在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最新公布的一段录影画面中 一大锤及攻击步枪大肆破坏伊拉克北部古城 哈特拉一处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为世界遗产地点的古代手工艺品 还扬言继续破坏伊拉克的千年历史 Google正与香港企业合计黄浦洽谈 希望允许美国民众在海外时 能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不需额外增加费用 Google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管用户身在何方 通电话、传简讯及上网成本都一样的全球网络 上周末西甲联赛进行了29轮较量 皇家马德里主场9比1大胜格拉纳达 取得了自1967年9月以来在联赛中的最大胜利 其中C罗一人独进5球 英国王位第四位继承人哈利王子抵达澳洲雪梨 开始在澳大利亚国防军中围棋四周的培训 这是哈利结束10年军旅生涯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新台海大电视整理报道